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外人眼中 罗伯特就是个十足的好好先生 他待人和善 总是笑脸相迎 还会向需要帮助的人施以援手 每天的生活极为规律 上班回家两点一线 可如此温文尔雅的罗伯特眼里却总会露出淡淡的哀伤 像是被过去的某些事情困扰 每当夜深人静难以入眠时 罗伯特都会去固定餐馆的固定位置 阅读一本经典书籍 这天夜里 罗伯特照例来到餐馆 发现一个年轻舞女正大大咧咧地坐在吧台前 罗伯特并没有在意 自顾自地读起老人鱼海 然而舞女却突然开口 询问她老人有没有抓到鱼 这句话顿时勾起罗伯特的兴趣 笑着回答 还没有 舞女也是餐馆常客 二人虽不相识 却也面熟 可还没说几句 舞女便起身整理衣服 她该去上班了 罗伯特对此暗暗唏嘘 心中感叹世道不公 但她自己的生活还没见到光明 又有什么资格去管别人呢 隔天晚上 舞女再度来到餐馆 这次还是她主动开口 还是询问书里的内容 罗伯特饶有兴致地讲述起来 舞女就这么静静听着 偶尔问几个问题 就在这时 一道刺耳的喇叭声撕破着融洽的气氛 舞女脸上突然露出慌乱之色 显然她不想招待今晚的客人 可在皮条客的催促下 舞女还是压下情绪 笑着钻进男人的车 目睹一切的罗伯特若有所思 她想伸出援手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次日 罗伯特帮助渴望成为保安的同事 拉尔夫减肥 等到夜幕降临 她特地买了一块蛋糕 送给在餐馆等候的舞女 却发现舞女情绪低落 脸上还带着伤疤 罗伯特主动邀请她坐下谈谈 这让舞女心中一暖 她因为职业的原因 遭受过太多冷嘲热讽 却很少体会到真心相待 舞女向罗伯特敞开心扉 介绍自己名叫艾琳娜 原本的梦想是成为歌手 却被俄国黑帮胁迫 做起皮肉交易 说着她拿起一张 自己录制的光盘 诚恳希望罗伯特能给点建议 看着艾琳娜怯诺的目光 罗伯特鼓励她去追求梦想 可艾琳娜脸上却不满苦涩 她现在身不由己 梦想只能是梦中的想象 艾琳娜不愿再继续这个话题 转而问起罗伯特怎么没有带婚戒 罗伯特听了露出勉强的笑容 表示自己是个官夫 而她之所以每天阅读 就是因为妻子生前喜欢读书 她要替妻子完成读100本 必读书籍的目标 以此来平复悲伤 怀念失去 这天夜里 罗伯特和艾琳娜聊了很多 二人并肩走在昏黄的灯光下 体会到从未有过的安宁与放松 可就在他们即将分别时 一辆黑车突然停在面前 男人下车后 二话没说便给了艾琳娜一记耳光 原来她昨晚与客人发生冲突 影响到生意 艾琳娜不顾脸上的疼痛 转头劝阻罗伯特不要惹麻烦 男人的手下也亮出武器 威胁之意异于言表 等将艾琳娜塞进车里后 男人熟练的交给罗伯特一张名片 告诉他有需要可以联系自己 而后上车扬长而去 却没注意到罗伯特眼中森冷的寒光 接下来几天 艾琳娜再也没有来过餐馆 老板看出罗伯特的心思 悄悄告诉他 艾琳娜住进了ICU 罗伯特得知消息急忙赶去医院 发现艾琳娜遍体鳞伤 奄奄一息 好友正在一旁照顾 为了不刺激艾琳娜的情绪 罗伯特没有走进病房 而是找上他的好友询问情况 好友强忍悲伤 告诉他 打伤艾琳娜的男人名叫斯拉维 是当地俄国黑帮的头目 因为艾琳娜违反规定 斯拉维就拿他杀鸡儆猴 明亮的灯光照亮走廊 罗伯特却发现 自己只能看到黑暗 晚上他听起艾琳娜录制的光盘 内心的愤怒愈演愈烈 一个正处花季的少女 一个满怀希望的女孩 不应该就这么被肮脏的世界玷污 罗伯特哭作许久 想了许久 最终下定决心 帮艾琳娜脱离苦海 他单枪匹马走进斯拉维的办公室 拿出自己辛苦攒的9800美元 希望用这笔钱帮艾琳娜赎身 可斯拉维却露出不懈的笑容 他并没有把罗伯特放在眼里 也没有把艾琳娜当人看 在斯拉维眼中 艾琳娜就是一个赚钱工具 况且他正值年龄 能赚的钱远比罗伯特拿的要多得多 斯拉维肆无忌惮地嘲讽着罗伯特 还一次又一次出言羞辱艾琳娜 这些话让罗伯特怒起返校 他将桌子上的三个骷髅头对准三人 而后转身离开 不明所以的斯拉维仍在嘲讽 殊不知自己已经唤醒了死神 罗伯特在大门处停下脚步 几次拉开 最终轻轻锁上 随着他转过头 脸上富满浓郁的杀意 此时的罗伯特仿佛变了个人 他双眼如鹰 瞳孔倒映出屋内众人的景象 心中默默将他们的动作计算一遍 最终给自己定下16秒的倒计时 下一刻杀戮正式开始 等解决完所有人 罗伯特坐在奄奄一戏的斯拉维身旁 平静讲述起他的死亡过程 就仿佛在与一位老友聊天 但这些话斯拉维已经听不到了 他的事件逐渐模糊 最终痛苦死去 在将斯拉维等人团灭后 罗伯特若无其事地继续上班 那场屠杀也被警方认定为帮派斗争 事情仿佛就这么平静过去 但罗伯特不知道的是 斯拉维其实是俄国寡头 普希金在美国东海岸的负责人 现在他死了 所有生意被迫中断 损失惨重 普希金一怒之下 派先附泰迪前往美国彻查此事 泰迪抵他后没有废话 直接来到斯拉维的办公室 通过现场痕迹和尸检报告判断出 解决5人的是一名顶尖杀手 接着他叫来收收 普希金贿赂的几名黑警 命令他们找出当晚街区的所有录像 做完这些 泰迪又找到当地的其他帮派 逃不讲理的大打出手 第一次来震慑那些蠢蠢欲动之人 就在泰迪调查的同时 罗伯特也遇到了麻烦 他从老板口中得知 同事拉尔夫突然辞职 便前往拉尔夫母亲经营的餐馆探望 可还没开口 大片焦黑之色便映入眼帘 显然这里刚经历一场火灾 尽管拉尔夫声称 是因为线路老化意外起火 但他躲躲闪闪的眼神 怎么可能骗得过罗伯特 看来其中另有隐情 罗伯特为了照顾好友面子 并没有继续追问 而是留在餐馆附近等候 果不其然 随着夜幕降临 两个警察赶走店内顾客 从拉尔夫母亲手中拿走保护费 并得意洋洋地表示 如果昨天就这么听话 店里也不会起火了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罗伯特突然从黑暗中现身 拿出偷拍二人勒索商户的视频 真让二人面面相许 没想到还有这么不知死活的 当即将罗伯特控制 准备灭口 眼看他们如此无法无天 罗伯特也不再隐忍 闪电般出手 干脆利落地打倒二人 警告他们 明天把勒索的钱 全部还给商户 否则就将视频发给新闻媒体 让二人身败名裂 罗伯特站在灯光下 如同正义的化身 让倒在地上的警察 没有直视的勇气 隔天 两名警员狼狈地 把钱还给拉尔夫母亲 拉尔夫也不再担忧 继续回商场上班 更是完成心愿 成为一名保安 这让罗伯特很是欣慰 看来正义已经得到伸张 然而危险 却已经在不知不觉间 悄然临近 泰迪通过调查发现 斯拉维死后 手下名为艾琳娜的五女 便消失不见 断定其中必有关联 于是他找到艾琳娜的好友 一番逼问得知 有个黑人曾去探望过艾琳娜 这显然是个重要线索 可即便如此 泰迪仍没有放过艾琳娜的朋友 先狠手辣的他 勒住女人的脖子 生生将其灭口 而后从黑警找来的监控 捕捉到罗伯特的身影 二到一结合 泰迪顿时锁定目标 当天夜里 独自在家的罗伯特 突然听到敲门声 他随即警觉起来 因为自己身举简出 从没向任何人提起过住址 罗伯特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 正看到赶来的泰迪 泰迪谎称自己是警员 前来调查斯拉维被害的案子 罗伯特早有准备 滴水不漏地应付过去 尽管这番话毫无破绽 但泰迪还是觉得他十分可疑 并派人暗中观察 罗伯特的生活习惯 而罗伯特也明白 自己被盯上 不动声色地先往超市 采购物品 准备来一招瞒天过海 很快 泰迪的手下将罗伯特 所有信息收集完毕 众人发现他一切正常 没有任何一点 可泰迪仍是不信 他断定这些信息都是伪造的 既然查不出名堂 那就干脆抓来审讯 等深夜时分 罗伯特照旧来的餐馆读书 一个身穿电弓服的男人 坐在不远处 像是在等待什么 片刻后 罗伯特突然开口 指出电弓 不可能有那样一双干净的手 男人眼看自己身份暴露 也不再伪装 亮出武器 准备将罗伯特带走 但罗伯特眼中没有丝毫慌乱 他仔细观察算出男人的每一步动作 紧接着迅速出手 眨眼间便用书本将其解决 不过罗伯特却没有逃离 反而大摇大摆地从正门走出 举起手机 朝坐在车里的泰迪连连拍摄 这招把泰迪都整懵了 等他反应过来 急忙命令手下去活捉罗伯特 罗伯特躲在暗处偷袭打晕一人 发现对方警察的身份 拿走手机后消失在黑暗中 等泰迪赶来 罗伯特早已不见了踪影 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 泰迪索性带人冲进罗伯特家 准备守住带兔 却发现屋内空空如也 但他不知道的是 罗伯特早已在家里各处装上摄像头 此时正躲在对面房屋 监视众人的动向 很快 手下从屋内搜出一瓶晕机要和机票 又找到一些旅行用品 以此推断 罗伯特已经跑路 而这也正是罗伯特的计策 可泰迪却没有上钩 他算准这是烟雾弹 更是猜出罗伯特正在监视着他们 这番话让罗伯特面色凝重 明白遇到一个难缠的对手 罗伯特明白 单枪匹马斗不过泰迪 无奈之下 他只好找到曾经的好友苏珊 苏珊看着多年未见的罗伯特 心中一时间百感交集 原来二人都曾是CIA特工 但罗伯特在妻子离世后 变得意志消沉 他执行任务时故意炸死 改名换性回到普通人的生活 如果不是罗伯特主动登门 苏珊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件事 不过他也能理解罗伯特的做法 所以并没有责怪 隔天苏珊利用自己的人脉 找出泰迪的详细资料 发现他曾服役于特种部队 极其阴险狡诈 退役后成为普希金的左膀右臂 专感谢见不得人的勾当 苏珊满脸担忧地提醒罗伯特 既然泰迪怀意上他 就会对他身边之人下手 所以二人眼下已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当晚罗伯特彻夜未眠 在苏珊家门口哭唆到天亮 他曾经为了妻子放下武器 隐居示警 本因为心中的火焰早已熄灭 可在看到不公时 罗伯特才明白 即便那团火埋得再深 风一吹仍会熊熊燃起 苏珊也趁其表示 有时只有做出错误的选择 才能抵达正确的地点 这句话彻底解开罗伯特的心结 他决定暂时放下对妻子的承诺 化身为替弱者带来正义的深渊人 心思缜密的罗伯特 并没有直接找上泰迪 而是先设计将被售买的黑警 弗兰克引到车里 并问他普希金在当地的产业 都有哪些 弗兰克原本颇为硬气 死活不肯开口 但等罗伯特将汽车尾气 通过管子输送进车内后 弗兰克就受不了了 满脸痛苦的派窗求饶 他带领罗伯特走进一家洗线工厂 中内看守的头目见罗伯特是个生面孔 顿时起了疑心 即便弗兰克保证仍不为所动 更是举枪打算将其击毙 却不料满脸堆消的罗伯特 突然面色一沉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过手枪 转而将头目控制 眼看老大被挟持 其余小弟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随后罗伯特遣散员工给他们发放工资 又让弗兰克打电话自首 弗兰克清楚既然选择背叛 普希金就一定不会放过自己 他为了活命 告诉罗伯特 自己曾悄悄收集普希金的犯罪证据 就藏在银行保险柜里 等警察赶到将弗兰克等人带走后 罗伯特前往银行 取出装有证据的U盘 里面的内容让他暗暗心惊 没想到普希金的势力竟如此庞大 各个领域都有渗透 罗伯特当即联系上FBI探员 将这些证据发送到对方的邮箱中 与此同时 泰迪找来一名职业杀手 委托其解决罗伯特 然而杀手刚离开 罗伯特就出现在泰迪面前 将一副燃血的眼镜放在桌子上 显然他已经将杀手解决 罗伯特不再掩饰 眼中杀意弥漫 威胁泰迪 如果普希金还不停止犯罪行为 那么自己就会将他整个产业链连根拔起 可泰迪仍是一脸的不以为意 笃定这场争斗一定会是自己获胜 罗伯特见状也不再废话 决定送给泰迪一份大礼 夜幕下 罗伯特闲停信步般离开码头 随着他按下引爆器 背后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普希金的邮轮和天然气管道 被彻底炸毁 火光直冲云霄 照亮整个夜空 罗伯特从始至终都没有转身 因为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 这个消息也让普希金勃然大怒 他不仅丢了面子 更是损失上千万美元 打来电话劈头盖脸的斥责泰迪半事不利 泰迪也明白不能再拖下去 当即找来一对雇佣兵 带着满枪怒火开始反击 他已经查到拉尔夫和罗伯特关系匪浅 便派人将拉尔夫和商场里的其他员工 一并绑架 以此来威胁罗伯特自投罗王 罗伯特为了同事的安危 只好乘坐公车去见泰迪 然而等公车驶来 狙击手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原来罗伯特已经猜到首席被定位 便故意放在座位上 自己则前往商场 营救拉尔夫等人 此刻 商场内凭空响起欢乐的音乐声 一名雇佣兵押着拉尔夫来到保安室 他忽然从监控屏幕中 看到一个人影 转头却什么也没有 雇佣兵顿时全神戒备 小心翼翼地向外探去 却还是被罗伯特出手打倒 咔嚓一声扭断脖子 而后罗伯特让拉尔夫吸引另一名雇佣兵的注意 自己从后方偷袭 将其解决 可二人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泰迪已经带着其余雇佣兵赶来 罗伯特急忙让拉尔夫带着其他人逃离 自己留下断后 他拉下电闸 空旷的商场瞬间陷入黑暗 应急灯随即亮起 同时所有大门紧紧闭合 整个商场仿佛变成一座巨大的坟墓 死亡的气息正逐渐蔓延 罗伯特就地取材 用货架上的物品制作陷阱 成功解决一个毫无防备的雇佣兵 很快又一人听到声响赶来 抬头发现同伴凄惨的尸体 可他还没来得及哭叫 就被躲在国家后的罗伯特捅穿脖子 接下来 罗伯特化身黑暗中的幽灵 悄无声息地收割起敌人的性命 解决这个难缠的对手后 A双手突然伸向罗伯特 他下意识掐住对方脖子 却发现是拉尔夫返回营救 这让罗伯特很是感动 在拉尔夫的帮助下向外走去 可二人的身影却被最后一名雇佣兵捕捉 只听枪声响起 拉尔夫右腿被击中 他咬紧牙关强忍疼痛 扛着罗伯特躲在货架后 但此时泰迪也赶了过来 左右包抄着向前逼近 眼看局面越来越危机 罗伯特决定放手一搏 在他的指示下拉尔夫顶着枪林弹雨 朝配电视冲去 泰迪剑撞举枪展开追击 罗伯特则拿起三罐化学液体躲进厨房 雇佣兵沿着地上的血迹一路为随 下一刻拉尔夫成功启动电力 整个商场瞬间灯火通明 厨房里的微波炉也开始运作 然而里面却放着三罐化学液体 雇佣兵剑撞大惊失色 可他刚转过身就被火焰撕成碎片 剧烈的爆炸机或商场里的灭火系统 泰迪顶着水流找到躲在配电视里的拉尔夫 就在他即将开枪之际 一道轻响突然传来 紧接着一枚钢钉穿过泰迪的身体 深深射近墙壁 只见罗伯特手持钉枪穿过水墓 缓缓走来 他不断扣动扳机 将泰迪打得千疮百孔 泰迪临死前仍在询问罗伯特的身份 但罗伯特已经懒得回答 用一枚钢钉洞穿他的咽喉 三天后的莫斯科 在家中洗澡的普希金忽然发现灯光熄灭 开门正看到躲在黑暗中的罗伯特 罗伯特不断拨动开关 让自己的脸忽明忽暗 就像他尽管使用暴力 却是为了正义 普希金清楚罗伯特的目的 开口想要将其收买 却发现他已经消失不见 只剩开着的水龙头哗哗作响 普希金尖撞顺手去关 却忽略了地板上断开的电线 下一刻惨叫声响彻整座豪宅 却已经没人能去营救 因为屋内守卫早已被罗伯特尽数解决 一切尘埃落定 艾琳娜伤势恢复并获得自由身 在向罗伯特道谢后 他决定去放手追寻梦想 罗伯特则转身引入人潮 再度成为那个待人和善的好好先生 可他的凶险经历还远远没有结束 缓缓驶向伊斯坦布尔的列车上 一个大胡子男人正静静阅读着手中书籍 他的余光总会似有似无地 飘向斜对面的小女孩 这时女孩对面的西装男起身走向餐车 大胡子健壮紧跟而上 与西装男攀谈起来 他表示自己来拯救一个 被虐待狂父亲绑走的小女孩 话音未落 西装男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显然他就是那个虐待狂父亲 西装男阴狠地发出警告 见大胡子仍不为所动 果断起身向后走去 坐在椅子上的手下收到命令 气势汹汹地准备动手 可大胡子仍不紧不慢 他调好手表 瞳孔中已经反射出三人的弱点 只见大胡子泼出杯中水 紧跟着一击重圈 拎起茶壶咔嚓砸下 夺国利刃 干脆利落地将三人解决 做完这些 大胡子风轻云淡地 来到被吓傻的西装男面前 这下西装男哪里还敢说半个步子 只能乖乖答应他的条件 不久后的波士顿 一个女人火起火了地冲进大楼 抱着势而复得的女儿袭击而起 他不知道是谁救回的女儿 却明白有一位侠客 在暗中默默保护着 那些受到欺负的普通人 那位侠客正是前CAA特工罗伯特 在经历了上次的商场大战后 他转行做起网约车司机 在假小的车里 见证形色色之人的喜怒哀乐 他会在听到乘客得知好消息后 跟着欣慰 也会在得知乘客 携箱上战场后肃然其性 而在众多客人中 有一位名叫山姆的老人 是罗伯特的老主顾 将他当成无话不谈的朋友 山姆最大的遗憾就是年幼时 因为战乱与姐姐失散 总是会幻想二人能再度相见 这件事被罗伯特牢记于心 希望能帮助这个孤苦无一的老人 等到一天的工作结束 罗伯特回到家 再度阅读起一百本必读书籍 可对王妻的思念 依旧如梦魇般挥之不去 每当夜深人静 都会折磨他的内心 就在罗伯特痛苦之时 遥远的比利时布鲁塞尔 正上演一场血腥谋杀 CAA秘密情报官回到家 发现妻子满脸鲜血 神色惊恐 还没等他回过神 两名杀手从黑暗中走出 二人没有废话 当场解决情报官妻子 这时又冲出一人 将魂不附体的情报官 按在椅子上 男人戴着橡胶手套 控制情报官握紧手枪 强行把枪管塞进他的嘴里 并解释说 不要怪我 只是有人花钱买你的命 只听一声枪响 鲜血洒下那些幸福的合影 但这些似乎与罗伯特平静的生活 并无瓜葛 他继续扮演着网约车司机的角色 这天晚上 罗伯特在酒店楼下 接到一个衣衫不整 情绪崩溃的女孩 送他来的男人 丢下小肺后转身离去 罗伯特透过后视镜 看着女孩痛苦的表情 顿时猜到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一时间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在将女孩送进医院后 罗伯特气势汹汹地返回酒店 发现屋里坐着几个不学无术的 顽固子弟 男人毫不掩饰地承认 自己侮辱了女孩 又丢给罗伯特一张黑卡 企图用金钱羞辱他 罗伯特不为所动 面色阴沉地命令对方交出手机 男人见状明白他是来找茬的 仗着人多示众锁上房门 准备教训一下 这个多管闲事的老汉 殊不知 这正中罗伯特的下怀 只见他将屋内众人的特点分析一遍 胸有成竹地抬起手表 开始计时 眨眼间只剩那个送女孩上车的男人 惊恐坐在沙发上 罗伯特低头一看手表 刚好29秒 他满意地来到男人面前 将他手机里拍摄的不雅视频删除 罗伯特看出男人本性并不坏 只是在其他人的胁迫下无奈作恶 所以也没怎么为难 只是掰断他的左手 并要一个五星好评 再度承恶扬善结束后 罗伯特神清气爽地回到家中 猛地发现屋内有人进来过的痕迹 他稍加思索 忽然露出笑容 这时 一个女人从卫生间走出 正是罗伯特的至交好友苏珊 苏珊是CIA情报部门负责人 上次罗伯特还专程拜托他调查敌人的资料 之前那个绑架女孩的男人 也是他查到的信息 苏珊这次到来本意是为了开会 恰巧今天也是罗伯特王妻的忌日 便顺便探望一下老友 临别之时 苏珊劝罗伯特不要继续逃避 只有面对过去 才能真正走出痛苦 罗伯特自然清楚这一点 却始终不敢迈出那一步 只能改变话题 委托苏珊帮山姆寻找失散的姐姐 隔天 罗伯特下楼发现邻居的菜园被混混毁坏 墙壁上还喷着乱七八糟的涂鸦 这场面让他很失无奈 只能帮忙整理 就在粉刷墙壁时 住在隔壁的小伙 麦尔斯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来 麦尔斯认为罗伯特在多管闲事 毕竟他只是一个租客 没必要干这些 但罗伯特表示 既然自己管了 那就不是闲事 这番话让麦尔斯若有所思 提起自己也可以帮忙清理 不过需要罗伯特出点小钱 罗伯特清楚他正上着大学 胜过贫苦 便动了侧隐之心 与麦尔斯约法三章 必须等下课才来清理 否则自己不会付钱 不久后 罗伯特发现麦尔斯真的在清理墙壁 他开箱手表 也的确是下课的时间 这让罗伯特无比欣慰 看来麦尔斯并非无可救药 与此同时 苏珊已经得知 布鲁塞尔情报官遇害之事 当即与同事大夫赶到案发现场 苏珊发现桌子上残留着 些许滑石粉 顿时皱起眉头 明白这件事并不简单 而在调查的同时 他也没有忘记老友的嘱托 等回到酒店 苏珊拨通罗伯特的电话 告诉他山姆的姐姐有了眉目 说话间大夫赶来 他将情报官的资料搜集完毕 却没有查出任何可疑之人 苏珊对此不以为然 因为他已经有了发现 二人简单交谈几句后 便各自回房 然而就在苏珊开门时 身后突然冲来两个混混 按着他的后脑砸向玄关 只听砰的一声 苏珊顿时投破血流 天旋地涮 不过他毕竟是CIA高层 很快便稳住心神 用钻戒滑破男人的脸颊 似吼着与其扭打在一起 但双拳难低四手 苏珊在两个混混的围攻下 逐渐不敌 随着房门关闭 他已是凶多吉少 对此尚不知情的罗伯特 正在监视麦尔斯粉刷墙壁 他忽然接到苏珊丈夫布莱恩的电话 听到噩耗顿时只觉五雷空顶 没想到上次与苏珊见面 竟成永别 罗伯特当即启程前往布莱恩家 但他毕竟身份敏感 无法现身 只能等众人离开后走进房屋 布莱恩仍沉浸在悲痛中 无法自拔 根据警方调查 苏珊死于入室抢劫 可他全身上下最值钱的就是那门钻剑 却没有被人拿走 显然 凶手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钱 布莱恩将苏珊的遗物交给罗伯特 罗伯特回家后仔细翻找 从储存卡里发现情报官遇害的消息 与此同时 连两个杀害苏珊的混混 正躲在出租屋里飘飘欲仙 二人忽然听到有铃声响起 循着声音从沙发下找到一部陌生手机 随着电话接通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剧烈的爆炸将整座房屋摧毁 楼下一个墨镜男静静看着这一幕 在确认二人身亡后 他得意洋洋的坐进车里消失不见 另一边 罗伯特仍在调查案件信息 他根据酒店监控发现 那两个混混与苏珊前往同一楼层 并先一步离开 顿时明白 二人有重大嫌疑 罗伯特为了帮老友报仇 也过不得身份揭露 当即前往华盛顿找到大夫 大夫看到他死而复生 不由得大为震惊 因为二人曾是搭档 关系也颇为密切 当年罗伯特就是在大夫面前 被废墟掩埋 大夫怎么也想不到 那竟是他的金蝉脱鞘之计 不过罗伯特此番前来 自然不是叙旧的 他将自己的发现告诉大夫 希望能逮捕那两个混混 却得知混混已经被炸成碎片 显然是有人要灭口 好在线索并非只有这一条 罗伯特又拿出苏珊的死亡证明 上面显示 致命伤是由左边第三根肋骨刺下 如此专业的手法 根本不像混混所为 杀害苏珊的一定是职业杀手 大夫听了心中大惊 果断表示会调查清楚 而罗伯特也没有闲着 回家后又看起情报官 遇害现场的照片 他用手指比作枪撞 在脑海中还原事件的经过 随着推理的进行 罗伯特也明白 这是一场处心积虑的谋杀 便将自己的发现通知大夫 大夫听完 表示警方在那两个混混家中 搜到一笔巨款 显然是有人雇佣他们 但眼下线索还是太少 无法查明真凶 同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罗伯特发现正干活的麦尔斯 被几个混混叫走 许久没有返回 这让他不由的心生担忧 拿起武器来到混混据点 等来到楼下 罗伯特抬手打向看门人的咽喉 又补一拳 让其昏死过去 接着迅速走进电梯 干脆利落地解决两个混混 破门而入 正看到与狐朋狗友们 混在一起的麦尔斯 这一幕让罗伯特勃然大怒 他直接用双枪控制局面 历声命令麦尔斯跟自己离开 麦尔斯就像做错事的孩子一般 灰溜溜起身朝屋外走去 留下一帮混混面面相去 不明白招惹了哪路大神 二人来到楼道 麦尔斯发现起压抑的情绪 表示就算上学 也无法帮母亲分难压力 还不如跟朋友们赚钱 罗伯特听完这番话 无比心寒 他直接让麦尔斯 拿枪抵着自己的额头 告诉他 如果想加入帮派 就用我的命当投名状 但麦尔斯哪里敢扣动班机 转身想要离开 却被罗伯特一把揽入怀中 举枪恶狠狠地表示 跟着那帮人混 最后无非落得横死歇头的下场 这两招让麦尔斯彻底想明白 决定改过自新 走上正途 他主动上门拜访罗伯特 希望能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刚巧 罗伯特家中墙壁也需要粉刷 便顺势答应下来 不过还是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 麦尔斯必须开始读书 在与麦尔斯达成协议后 罗伯特再度开始 网约车司机的工作 这次他接到一个 前往机场的男人 行驶途中 罗伯特发现 对方神情有些不对 便悄悄留了个心眼 故意朝反方向拾去 结果男人并没有质疑 这下 他已经可以肯定自己的判断 主动挑明此事 男人明白身份暴露 抽出了一刃就要动手 好在罗伯特早有防备 不断左右转向 晃动的车身 让男人身形不稳 罗伯特趁机连连抬肘 一次次将他砸腿 眼看偷袭不成 男人恼羞成怒拔出手枪 只见罗伯特一脚刹车 等男人冲到身旁后 反手夺枪将其击毙 友情无险地化解了这场暗杀后 罗伯特把车停在暗边 用男人的指纹打开手机 发现里面的内容 被军用级别的软件加密 在结合之前的事件 罗伯特已经明白 杀害苏珊的凶手是谁 不过发生这种事 网约车司机显然干不成了 他一把火点燃 陪伴自己许久的汽车 带着怒火踏上复仇之路 自日清晨 罗伯特来到大夫家中 极为热情地与大夫妻子 和两个女儿打起招呼 等三人离开 他将杀手的手机拿了出来 提醒大夫一定要小心行事 下一刻 大夫的手机突然响起 原来 罗伯特已经破解加密软件 而他拨通的 正是与杀手联系之人的电话 一时间气氛凝固 大夫脸上的和善被杀意取代 既然身份暴露 他也就不再掩饰 缓缓讲起这几年的经历 自从罗伯特炸死后 政府便解散整个小队 大夫一夜之间没了经济来源 只好去做雇佣兵赚钱养家 并且不只是他 当年小队的其他成员同样如此 他们杀害情报官只是拿钱办事 解决苏珊是为了防止身份暴露 这番话让罗伯特心中掀起滔天怒火 没想到曾经的好友竟然变成恶魔 可他也明白 眼下动手就是自寻死路 便跟着大夫去见其他成员 三人看到罗伯特死而复生 同样很是惊讶 但如今他们已经成生死仇敌 也没有必要过多废话 罗伯特恶狠狠地警告四人 我会将你们一一解决 而后极为巧妙地 请求大夫妻子送自己一程 就这么带着得意的笑容 在四人眼皮子底下扬长而去 气得大夫后槽牙都要咬碎了 却因为顾虑妻女无法下手 不过他很快便想到主意 派人先去解决和罗伯特 关心密切的布莱恩 却不料罗伯特提前算到这一点 抢先一步带布莱恩离开 等躲到汽车旅馆 罗伯特将整件事的真相说了出来 而后驾车火急火燎地朝家赶去 路上他拨通迈尔斯的电话 得知他正在家中粉刷墙壁 急忙命起查看周围情况 迈尔斯透过窗户向外看去 发现一个送披萨的男人正在上楼 罗伯特顿时大惊 因为他明白那根本不是外卖员 果不其然 等男人抵达楼道前 从袋子里取出消音手枪 与大夫一同向上摸去 罗伯特透过监控发现他们正在撬锁 便指引惊慌失措的迈尔斯 躲进书柜后的密室 借助双面镜观察外面情况 然而大夫却注意到 家方缝隙的手气光芒 他在镜子上画上一个哭脸 举枪就要扣动扳机 千军一发之际 罗伯特打来电话 和他约定在老地方相见 大夫转身看到挂在墙角的监控 明白自己扑了一场空 他懊恼地躺在床上 忽然发现一副海滩话 瞬间猜到罗伯特要去哪里 起身带着手下匆忙离开 见此情景 麦尔斯小心翼翼地走出密室 然而他刚打开门 大胡子就突然折返 紧接着大夫从后方举一枪出现 原来他根本没走 现在将麦尔斯挟持 又多了一张对抗罗伯特的底牌 与此同时 罗伯特驾车驶向一座海边小镇 那是他曾经与妻子生活的地方 但眼下台风过境 黑云压城 警员正在疏散居民 好在罗伯特早有准备 亮出警官证顺利通过 逆着车流向前驶去 在狂风中 回到这个让他痛苦的小镇 并将车藏进帐篷 不久后 大夫等人也赶了过来 与罗伯特伪装不同 心狠手辣的他们 直接射杀警员 极为嚣张地冲上大桥 很快四人也抵达小镇 在罗伯特的旧区前下车 他们全副武装 互相配合着向前摸去 在破门后 用一颗镇爆弹敲上镇虎 冲进屋内仔细搜寻 却没有发现罗伯特的踪迹 这时大夫注意到一座水塔 快步走入站区制高点 其余三人继续在小镇里寻找罗伯特 忽然间 远方一抹黑影闪阔 大胡子跟着来到木屋旁 也就是镇爆弹开路 进去后发现这里是一处布料加工厂 就在他四处搜寻时 突然听到枝鸦声响 学生看去是一台自动运转的缝纫机 还没等大胡子松一口气 前方竟出现罗伯特的身影 他急忙举一枪开火 却将镜子打碎 躲在拐角的罗伯特趁其现身 射出鱼镖 穿透大胡子的头颅 让其命丧当场 屋外的雇佣兵舰急忙冲来 但罗伯特已经再度消失不见 二人只好在大夫的指挥下继续寻找 他们看到墙壁上贴满苏珊的照片 一张张都在表明 罗伯特为好友复仇的决心 就在一人准备查看时 罗伯特突然从后方冲出 一套干脆利落的刀法 将其消成亡魂 眨眼间损失两人 大夫与紧生的雇佣兵都开始慌了 但罗伯特的复仇显然还没结束 他开枪打爆变压器 借助滚滚浓烟遮蔽身形 躲进路对面的房屋 而后他划破屋内面粉袋 打开风扇静静等待 很快最后一人追来 习惯性丢出镇报弹 煞事件巨响骤起 火光冲天 镇报弹引起的面粉爆炸 将男人炸飞 倒在地上血肉模糊 很快便失去性命 罗伯特则借助复杂的地形 不断与高处的大夫周旋 随着子弹接连打空 大夫的耐心逐渐耗尽 他忽然转身 瞄准停在路旁的汽车 通过对讲机告诉罗伯特 自己还留有后手 原来被绑的麦尔斯 此刻正在后备箱里 大夫一枪打最后失镜 威胁罗伯特再不现身 自己就会射杀麦尔斯 近在咫尺的枪声 吓得麦尔斯肝胆剧烈 可即便如此 罗伯特仍没有露面 记得大夫锁定后备箱 扣动扳机 同一时刻 罗伯特突然打爆后车胎 让车身下沉 帮助麦尔斯显而又显地 躲过子弹 大夫没想到还有这一招 顿时勃然大怒 但就在他准备继续开枪时 一阵进风突然袭来 让他身形不稳 向后倒去 等气急败坏的大夫再度起身 罗伯特已经如幽灵般 出现在他后方 右手按枪 左臂抬肘 砰的一声 打落大夫一颗门牙 而大夫也不甘示弱 抽出匕首向前攻去 二人在暴风与水雾中 展开生死大颤 最终 罗伯特抠近大夫眼窝 成功破掉他的裸脚 捡起匕首 带着满腔怒火 接连滑下 而后精准刺入 他左边第三根肋骨 让大夫体会到 苏珊的痛苦 但即便如此 罗伯特仍觉不解气 又将匕首插入 大夫后搏梗 用力向下割去 面无表情地 把他踢下水塔 随着一股巨浪扑来 大夫的尸体 被狂怒得海洋吞没 大仇得报 罗伯特救出 困在后备箱的 麦尔斯将他带到老宅 包扎伤口 此时麦尔斯才发现 自己根本不了解 这个看似和善的大叔 不由得发出灵魂拷问 你是谁 但罗伯特并没有回答 而是坐在椅子上 静听外狂风呼啸 他将妻子的遗照 放在身旁 这一刻仿佛回到了从前 只可惜家人已逝 往日不在 罗伯特决定 听从苏珊的劝告 放下过去 向前看 一切尘埃落定 麦尔斯返回校园 并拾起绘画的天赋 他要将最近的精力画下来 创作出一个 心怀正义的超级英雄 麦尔斯也在社区留下礼物 一幅硕大的风景天院画 里面的人依然自得 笑容满面 这是他的愿望 也是他改过自新的证明 同时 罗伯特也没忘记沙姆 他根据苏珊生前调查的资料 成功找到沙姆 失散数十年的姐姐 两位茂迪老人紧紧相拥 喜极二气 而促成这一切的罗伯特 则站在旧居外 亲吻那枚真实的戒指 如今台风结束 雨过天晴 他也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 毕竟罗伯特不是超人 只是一个努力改变世界的深渊人 2023年的意大利西西里岛 黑帮大佬接到集电 驾车返回庄园 然而刚进大门 他便看到不可置信的一幕 只见庄园内的安保纷纷丧命 横七竖八的倒在血泊中 大佬心中一惊 他让孙子留在车里 自己拿上武器和紧胜的手下 朝酒窍赶去 但越往里走 他就越恐惧 手下惨死的尸体堆满走廊 浓郁的血腥味不断钻入鼻腔 仿佛在诉说刚才发生的可怕屠杀 大佬迎着头皮来到酒窍 竟看到一个光头男人 如神奇般沐浴在阳光中 正是承恶扬善的退隐特工 罗伯特 此刻他正被人拿枪指着脑袋 却仍气定神闲的擦拭手指 仿佛那并非夺命力气 只是孩童的玩具 黑帮大佬并不认识罗伯特 也不清楚自己怎么惹到这尊杀神 他只想知道罗伯特大开杀戒 究竟是为了什么 而罗伯特也没有隐瞒 告诉他 你抢走了某人的东西 我是来拿回去的 这让大佬既好气又好笑 他不明白 罗伯特是怎么找到这个藏身处的 但既然来了 还杀了那么多人 就把命留下吧 话音未落 罗伯特眼中杀意弥漫 他启动手表计时 给大佬留下九秒钟做决定 奈何九秒不过弹指一挥间 大佬还没开口 就已经结束 眨眼的功夫 屋内只剩奄奄一息的大佬 挣扎着向外逃去 罗伯特捡起喷子 面无表情的扣动扳机 彻底结束他的性命 大佬到死都不知道 罗伯特是谁 自己究竟拿了什么东西 但这显然已经不重要了 不久后 罗伯特带着背包走出酒窍 他举枪命令大佬孙子留在车里 而后准备离开 然而就在下一刻 一枚子弹突然射进罗伯特后背 剧痛让他下意识扣动扳机 转身却看到男孩丢掉喷子 撒腿便跑 罗伯特犹豫片刻 最终还是放过了他 可自己已经被疼痛折磨得濒临崩溃 一瞬间他甚至想到了死 不料子弹在刚才已经打空 似乎连上帝都在庇护这位英雄 不忍让他结束性命 无奈之下 罗伯特只好强撑着驾车离开 但没走多远便失去意识 在路边昏死过去 好在巡逻警察及时发现 将他送到当地诊所 以正恩佐看着罗伯特背后的枪伤 顿时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他一边着手救治 一边嘱咐警察不要乱说 以免惹祸上身 随着缝合结束 罗伯特很快恢复意识 恩佐赶来询问 想知道自己救下的是好人还是坏人 但罗伯特却无法回答 他虽一心向善 却两手鲜血 自己都不清楚 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只能向恩佐保证 麻烦已经结束 不会有人前来寻仇 三天后 罗伯特基本痊愈 他对恩佐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尽 也对如今身处的海湾小镇充满好奇 在恩佐的身影下 罗伯特拄着拐杖 前往镇上广场 坐进一家餐馆 点了一杯咖啡 这时 那晚发现他的巡警吉奥带着女儿走来 罗伯特面色衣领 以为要遇到什么麻烦 却不料吉奥只是告诉他 恩佐是镇上德高望重的医生 帮助过当地所有居民 所以自己无条件相信恩佐 不会调查罗伯特 吉奥说完 拿出罗伯特的车钥匙 他的女儿则在离开前留下一包零食 妇女二人的淳朴善良让罗伯特心中一暖 他已经很久没感受过这样的温情了 不过该有的善后工作还是要做 罗伯特回家后 拨通CIA探员艾玛的电话 举报西西里岛上的一座酒庄 藏有违禁物品 那里正是开头黑帮大佬的庄园 罗伯特没有表明身份 只是详细说出酒庄地址和艾玛的身份 这下艾玛坐不住了 急忙通知上级赶去调查 一行人很快来到酒庄 发现虽然庄园里死尸遍地 现场却只找到一组指纹 并且没有查出任何信息 而屋内除了堆积成山的钞票外 每一个红酒瓶中还都藏有违禁品 原来酒庄到中东地区不属于国际航运 所以黑帮大佬便将这里当成中转站 让恐怖分子把违禁品运过来后 重新包装发回国内 以此来避开国际刑警的耳目 根据记录来看 酒庄近三个月已经有过四次交易 上级明白 必须尽快绕出这些违禁品的下落 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于是急忙命令艾玛彻查此事 就在艾玛展开调查的同时 罗伯特已经和镇上的居民混熟 甚至产生了一丝归属感 然而即便是如此与世无争的地方 也逃不过被黑暗侵蚀 这天罗伯特准备回家时 忽然发现一帮混混凶神恶煞的站在街边 这些人头目马可走进雨饭安吉洛店内 索要这个月的保护费 安吉洛因为刚修了冰箱 手里根本没钱 只能苦苦哀求 保证下周一定交上 但马可仍不打算善马甘休 直接将他痛揍一顿 一时间安吉洛的惨叫声响彻整条街道 那声音钻进罗伯特耳中 燃起他内心正义的火焰 无奈身体还未恢复 只能眼睁睁看着马可等人扬长而去 而马可之所以赶在镇上如此无法无天 是因为他哥哥文森特 是当地黑手党的首领 两兄弟心狠手辣 无恶不作 近期文森特为了建立赌城 将目光盯向小镇的土地 他整日待人威逼利诱 强取豪夺 甚至连冒蝶之年的老人都不放过 只为赶走当地居民 此日 罗伯特出门帮恩佐买鱼 安吉洛清楚他与恩佐的关系 说什么都不肯收钱 这满含善意的举动 让罗伯特更加痛心 为什么苦难总是降临在好人头上 傍晚时分 恩佐为罗伯特检查伤口的愈合情况 罗伯特趁机问他 为什么发现自己那天没有暴行 毕竟一个身受枪伤的人很可能是危险分子 恩佐听了面带微笑 提起自己曾经问的问题 告诉罗伯特只有好人才会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罗伯特对此颇为触动 为了不继续给恩佐添麻烦 当晚他便收拾东西决定离开 可刚走下楼却听到急促的铃声 只见所有居民匆匆忙忙跑向集市 罗伯特顺着人潮看去 个人发现 安吉洛的店铺竟燃起大火 尽管人们争先恐后的帮忙泼水 但店铺显然是保不住了 安吉洛眼看多年心血被烈火焚尽 绝望之下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 妻子更是跪在地上放声大哭 这场面让所有人心情沉重 罗伯特转头看到不远处的马可 那得意的笑容似乎在警告他 不要多管闲事 但如果不管闲事 那就不是罗伯特了 他暂时打消离开的念头 留在镇上帮安吉洛整理店铺 同时吉奥也展开调查 他通过监控发现是马可等人放的火 急往联系总部查询他们的资料 到了晚上 罗伯特习惯性来到餐馆 女店员对这个神秘的外来者充满好奇 主动上前与他交谈 在女店员的邀请下 罗伯特逛起夜市 进一步体会当地的风土人情 小镇的生活悠闲惬意 让罗伯特这个漂泊浪子 逐渐找到家的温暖 而他也逐渐被镇上居民所接受 不过轻松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这天爱马忽然出现在餐馆 他通过监控一路追踪 查到罗伯特就是举报酒壮的神秘人 罗伯特对此并不意外 他没有否认 却也没有表明身份 罗伯特清楚爱马没有申请许可 不能审问自己 便神秘兮兮的卖了个关子 让他继续调查 就在爱马离开餐馆的同时 吉奥接到电话 得知女儿被人带走 他顿时觉察到不对 火急火燎的跑回家 竟看到马可等人在屋里等待 原来黑手党早已将警局渗透 吉奥那天刚打完电话 就被文森特得知 马可在吉奥妻女面前 狠狠教训他一顿 又用他女儿相威胁 逼其不要插手这件事 吉奥尽管心怀正义 但为了家人的安危 只能无奈妥协 他来到恩佐的诊所疗伤 意外被罗伯特撞见 等吉奥离开后 罗伯特上前询问情况 恩佐满脸无奈的告诉他 黑手党就像癌症一般 不断荼毒着当地城镇 而且难以跟除 看着痛心疾首的恩佐 罗伯特下定决心 要为这个小镇做些什么 隔天他便开始登山 尽快恢复往日的身手 却在阶梯尽头 遇到等候多时的爱马 爱马已经查到 酒庄主人是国际刑警 通缉十年的罪犯 从事各种非法生意 其中还包括 从政府机构窃取养老金 至于是谁在 和恐怖分子勾结 爱马还没有头绪 不过已经可以确认 罗伯特不是坏人 可有一点 他始终想不明白 CIA那么多探员 罗伯特为什么偏偏找上自己 因为在此之前 爱马干了两年的文书工作 从没有出过任务 是个名副其实的新手 但罗伯特却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爱马 西西里岛明明有着 全意大利最安全的港口 怎么会出现 如此大规模的 违禁品走私 一语惊醒梦中人 爱马只觉抓住问题的关键 当即告别罗伯特 继续调查 夜幕降临 吉奥带着妻女来到餐厅吃晚饭 阴魂不散的马可却再度找了过来 他肆无忌惮地坐在餐桌旁 命令吉奥去找几条用来走私的船只 昨天发生的事历历在目 吉奥根本不敢反抗 这时 马可忽然感觉如莽在背 转头正看到怒目而逝的罗伯特 一向无法无天的马可瞬间被激怒 起身来到罗伯特面前很生威胁 但这次他显然踢到了铁板 罗伯特直接出手将马可按在墙上 周围小弟见状就要上前 却因为老大被擒 投鼠忌器 罗伯特掐住马可的正中神经线 逐渐发力 起初马可还能忍受 但随着疼痛越来越强烈 他五官已经扭曲在一起 罗伯特顺势提醒 如果再继续下去 马可会大小便失禁 在所有人面前把脸丢光 这下马可彻底坐不住了 急忙命令所有小弟离开 又将手枪放在桌子上 夹着尾巴挥溜溜逃走 但他怎么可能咽一下这口气 出来后便召集小弟准备复仇 然而话还没说完 他们的汽车突然呼啸而来 直接撞死一人 马可惊魂未定的上前查看 发现司机早已丧命 就在他惊惧时 罗伯特拿着酒瓶走来 抬手将最后一个小弟抱头 马可见状急忙抽出弹簧刀 可他的三脚猫功夫根本不够看 一个照面就被罗伯特夺刀反杀 做完这些 罗伯特转身消失在黑暗中 深藏公与名 隔天警方接到报案封锁现场 急要看着惨死的马可 心中一阵舒畅 只觉是上帝降下神法 让这个恶魔回到地狱 与此同时 罗马火车站遭受到恐怖袭击 艾玛上级找到恐怖分子留下的照片和计划 猜测这是他们对捣毁酒庄的报复 希望艾玛前来协助自己调查 但艾玛这边同样有所发现 他已经想明白 罗伯特昨天提出的问题 毒贩之所以选择西西里港口 一定是因为他们早已将当地牢牢掌控 于是艾玛找到警局局长 向他索要毒贩名单 准备顺藤摸瓜救出藏在背后的大鱼 却不料局长早已弃名投案 艾玛刚走 他便将此事告知文森特 原来文森特就是和恐怖分子勾结之人 他从中东地区低价买来违禁品 又收买局长充当保护伞 在当地高价售出 因此赚取庞大的利益 眼看CIA已经查到头上 局长决定终止二人合作 撇清关系 但文森特正因马可的死而悲愤 他让手下控制局长 举刀声声牵下其右手 而后命令他找出杀害马可的凶手 不久后 艾玛得知局长受伤的消息 他正准备和警员一起去医院询问 忽然接到罗伯特打来的电话 罗伯特根据违禁品推断出 制造袭击的并非恐怖分子 而是文森特 这番话让艾玛心中一惊 还没等他回过神 面前汽车突然爆炸 猛烈的冲击波瞬间将艾玛震飞出去 好在只是受了点伤 性命并无大碍 很快被送进医院治疗 这正是文森特的狠辣手段 如果没有罗伯特的电话 现在艾玛已经是一举教师 随着夜幕降临 文森特带领手下闯入小镇 他压着吉奥带的广场 高声叫出所有居民 威胁他们叫出杀害马可的凶手 否则就解决吉奥 眼看众人迟迟没有开口 文森特直接扣动扳机 打上吉奥的耳朵 并强调下次自己就不会这么仁慈了 话音未落 罗伯特的声音突然从阴影中传来 他双手持枪缓缓现身 承认自己就是凶手 并表示可以跟文森特离开 只希望不要伤害其他居民 因为这些人让他体会到生命的意义 罗伯特说着放下武器束手就擒 然而文森特却并不打算如他所愿 他决定就在这里解决罗伯特 让军民们明白忤逆自己的下场 随着文森特举起手枪 所有人的心都悬到嗓子眼儿 下一刻枪声猛然响起 众人大惊失色 却发现罗伯特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 原来是恩佐带着猎枪赶来 他用实际行动表明保护罗伯特的决心 有了恩佐带头 安吉洛等人也挺身而出 同时所有人都拿起手机记录文森特的罪证 眼看惹了众怒 文森特明白再待下去 只会对自己扑力 只好留下一句狠话 信心离去 不过他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回到家后便下定决心 明天无论如何 也要解决罗伯特 但此时的文森特浑然不知 自己已经惹怒了杀神 夜深人静之时 庄园内的汽车突然响起警报 报案前去查看 却什么也没发现 就在他放松时 罗伯特突然从阴影中冲出 举起利刃 扑扑扑将其解决 二号用消音手枪 击毙大厅里的另一人 此刻 文森特的三明心腹 正在屋里打牌 忽然灯光熄灭 黑暗瞬间袭来 三人心中没来由一阵慌乱 起身想要查看情况 却在傻眼间 被罗伯特击连爆头 隔壁屋内的手下 正在电脑前查看监控 殊不知 死神已经悄无声息的 来到背后 他刚觉察到不对 便被利刃刺穿搏梗 罗伯特如幽灵般 在豪宅内飘忽不定 将文森特的手下逐一解决 对此尚不知情的文森特 仍在呼呼大睡 突然 一滴温热的液体 滴在他额头 文森特猛地惊醒 伸手去摸才发现 那是鲜血 他抬起头 只见天花板 已经被血液渗透 支撑不住 轰然破裂 文森特急忙转身 却看到自己的心腹 掉在半空 他顿时大惊失色 不断呼唤着一个又一个 手下的性命 却始终得不到回应 文森特端着冲锋枪 小心翼翼地走出房门 看到刚才还活生生的手下 全部身亡 心中的恐惧越来越浓郁 崩溃之下 对着周围的雕像疯狂扫射 却在转身的瞬间 被罗伯特一拳放倒 等文森特再度苏醒 已经被绑在柱子上 他只觉胃力无比难受 口中不断喷出白沫 罗伯特起身走来 面无表情地告诉文森特 自己刚才让他吃下大量违禁品 此刻只剩六分钟的性命 说完便割断束缚 对生的渴望 驱使着文森特亮枪逃离 他连滚带爬地冲出庄园 一路跌跌撞撞 罗伯特紧跟后方如影随形 踏望间文森特被汽车撞倒 剧痛让他再也无法骑身 只能手脚并用继续向前 随着六分钟结束 文森特抽搐紧下后 彻底没了动静 这个风光无限的黑帮大佬 最终如野狗般死在阴暗的小巷 一切尘埃落定 罗伯特带着背包 找到病房中的爱马 告诉他 包里是36万美元现金 原来 罗伯特坐网约车司机时 拉到一个名叫格雷的老人 交谈间得知 对方积攒一生的退休金 被黑客偷走 于是罗伯特便顺着这条线 一路追查 最终找到 躲在西西里岛的黑帮大佬 所以他如此大非周章 杀了那么多人 只为帮一个一面之缘的顾客 追回养老金 这个动机在爱马看来很傻 但这就是罗伯特坚守的正义 不久后 康复的爱马找到格雷 将装有养老金的背包交给他 看着面前喜极而泣的二人 爱马逐渐明白 罗伯特做这件事的意义 等回到办公室 爱马忽然收到一个笔记本 里面是他母亲曾经做的笔记 原来爱马的母亲 就是罗伯特的好友苏珊 而这也是罗伯特选中她的原因 此刻 台湾小镇张灯结彩 人们纷纷上街庆祝胜利 罗伯特起身融入其中 享受着欢乐的氛围 这是她的胜利 也是她的心生 《深渊人3》是上映于2023年的动作电影 因为有前两部的铺垫 所以本片不需要再考虑如何塑造罗伯特这个主角 导演只用想办法完善他心有猛虎 细袖强威的冷静形象即可 而这点也在片中做得完美 罗伯特的身手迅捷灵力 如猛虎般毫不拖沓 面对罪恶也没有妇人之人 而回到正常生活后 她又用细腻的感官体会悠闲惬意的小镇生活 在这里找到灵魂的归宿 重获新生 值得一提的是 本片主演《单子尔·华盛顿》和女主达克塔·范宁 早在2004年上映的《怒火救援》中就有过合作 这次二人再聚首 着实让不少影迷重拾当年的回忆啊 不知道小伙伴们觉得 这部《深渊人》系列的终章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看的电影 也请在评论区留下片名 充分的K探长也一定会建立满足小伙伴们的要求 好了各位 今天的答案阅栏到此为止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麻烦大家多多点赞订阅 我是探长K 我们下个答案见 拜拜